在選前的48小時 我們現在全力以赴 大家都是拼到底 每一席都非常關鍵 特別早上來幫徐曉鑫來加油 我們希望大家拼盡最後的力量 每一票都很重要 每一票都是關鍵 總統大家團結支持侯友宜 趙少康 然後立委支持我們國民黨提名的立法委員 然後不分區立委 拜託大家支持中國國民黨 那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全世界沒有看到說 既然會在選前的四天 那為了一個商用的衛星 而發這樣的一個國家級的警報 同時在這個國家級的警報當中的英文 完全是一個戰爭時候的飛彈攻擊 而且是air rate 我想這不是只有missile而已 這是一個空襲警報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事實 那今天不用去推給任何的基層 小心當選之後 一定要徹查這個真正的動機 我想這是一個綠營的一個選情的一個最後的總動員令 他是希望通過這樣子的方式來干擾選舉 我們看到綠營過去喔 真的是 既國沒有半部 選舉全奧部 各種選舉的最後的爛招都會死出來 那不管司法戒選 連國防都戒選 國家機器都在戒選 議員昨天臺書有破跟被委員同框 我想我們所有的同志 這個時候沒有任何個人都是以大我都是以大局 我相信貝鴻泰委員是我們國民黨最忠貞的同志一定是全力的支持許小欣 那我們每一位同志這個時候都是大局為重 那希望我們的每一個席次能夠極大化 那同時我們團結支持我們的侯康佩 謝謝 那2024年喔是國民黨看到我們有史以來最團結的一次 不管是我們總統副總統 我們區域的立委還有我們的不分區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看到政黨輪替國會過半 尤其我們在選前看到國防部發的荒腔走版的簡訊 說呢有空襲警報說呢英文是飛彈 連我們的行政院長在國會裡面都公然的講錯 事後才掰說是自己口誤 連我們的外交部長跟外媒都說衛星是從越南上空經過的 這種荒腔走版的事情 怎麼讓人民相信 如果今天兩岸發生戰爭的話 這樣的政府能夠帶領台灣度過危機 所以我相信這個連一個簡訊都發不好 代表我們的國防實力 我們整個政府的螺絲都已經鬆掉了 民主政治的常態就是做不好就換人做做看 所以2024年國民黨非常的團結 我們相信在1月13號可以共同的迎接勝利 那請問國防部長要下台嗎 當然要下台啊 但是現在下台也於事無補啦 因為乾脆讓他們全部一起下台 diaphrag賴才比較快 我想最後的階段 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是團結在一起 對於過去是國民黨同志 我們就不予自貧 但是在苗栗我相信在中東頂縣長以及議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苗栗的團結之下 我們的求證軍我們的陳超民都會能夠順利的當選 那也都是團結支持侯康佩的 好 謝謝 那天不就是大家都在一起了嗎 這個對我們來說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所以我想國民黨的團結在2024年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不需要特別做什麼樣的一個特殊的表現 我們平常時在地方選區服務在活動當中都會碰到 那這就是團結的展現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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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準備出發 今天媒體要上車的 謝謝囉